我们说完语言 现在说说音乐 孔子当初礼乐治国 让我们听起来 就是通过一个礼仪 一个音乐怎么就能治国 就像好像说半部轮椅怎么能治天下 听起来有点形而上 有点玄乎 也有点高大上 抽象 但实际上 它是潜移梦画的 真的是有所谓 旋循 也有别种旋循 反正 你看这个 就是上层 这个风气 它怎么带动你 上层挂什么风 底下这个草就往哪边动 那是自然而然不可抗拒 这个发什么指令 你就要怎么行 你对抗 你对抗不了 人家高屋见领 你就是你的小草 这个 音乐 好的音乐 对人有身心的疗愈 它可以 你看安眠曲 睡不着 它可以安你心神 让你睡觉 甚至天一个晚上 这些就是治愈 你消沉的时候 你听那种 有斗志的这种 它就让你心血澎湃 等等 它也分五行 就是这种你要讲究的 也是 学会很大 自古有这种 夹子纳音 所谓 可以说六十音 就是你不管怎么分 分成多少份都行 从哪个角度分都行 但是人家你分的 分出来的同时 第一 他得 这个 这个 就听起来感觉好 第二呢 他得成一个体系 这就行 有的时候过去是五音 现在七音 是吧 少了那个什么 搜根拉 什么什么 但是鼓音那些音乐听起来就是 虽然说缺少了点那种那种 就是 所谓这个这个高 高高调 就是表面上感觉没有那么浮华 感觉来听起长久听的 还是比较 嗯 百听不厌 就是反正那东方的乐器呢 他都是以木为主 中国嘛 也是东方 那楚木 西方呢 好像什么都带点金树 是吧 打击啊 什么 嗯 这就是金了 西方楼 上 金了 嗯 这个音乐 嗯 要说的很多 嗯 我们 嗯 它有很多种音 啊 有这个真音 就普通人说话这样唱自然的 假音 假音 有的是从胸腔甚至说从喉咙发出来 海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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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豚音也是 嗯 就是 有的是从 就是 后脊梁 这样出来 我在这就不学了 有没有感兴趣 嗯 就是 嗯 我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海豚音 就是 反正很多人啊 他 你唱歌你要想唱的好 你 必须首先你 大多数那个真音 你一定要沉的下来 有那种节拍感 你看这个手 嗯 如果是 这有棱有角的 嗯 就感觉特别那种 他就节拍角 呵 这样人 就是 他就唱的好 有的八字呢 就带了一个什么 金空则饼 这样的就唱歌唱的好 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这个这些 也有高低音的啊 就是男音、女音的 这些 嗯 都是可以学的 甚至是动物啊 那些什么配音的 魔法的这些 啊 我们你看我 我也会一些啊 真就是有的人 就高手 就专门搞这个 嗯 也很有意思 嗯 关于这块啊 我有两个偶像 啊 就是青春偶像嘛 刘道华跟邓立军 我们下几个简单说一下 好吧